第十三屆世界梦一文字书法大赛 第十三回世界梦一文字コンテスト 台湾参赛明信片 书写说明 大分县教育委员会 台北驻福岗经济文化办事处等众多单位协办 将自己的梦想或是目标划为一个汉字 书写在明信片上 和日本人一起迎向充满希望的未来吧 欢迎小学、国中、高中、大学参加 明信片正面的收件人 记件人等资料 以及选字的理由 都要用日文书写哦 除了一字书法外 明信片上的所有文字 都会纳入评分范围 建议活用学校内外资源 请会日文的老师 爸爸妈妈帮忙 真的没办法的时候 再使用Google翻译 让我们看看 要怎么用日文写明信片参赛吧 参加比赛必须使用中华邮政知识明信片 每张五元 知识书写 不需加贴邮票 比较看看台湾的明信片跟日本的明信片 有发现哪里不一样吗 大家发现了吗 邮递区号的格子数量不一样呢 在写日本的邮递区号的时候 把多余的数字写在格子外即可了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那就是日本人在写书信或明信片时 基本上不会使用立可白或修正意 如果有写错的话 可能需要重写一张哟 那我们就开始写咯 首先在中间画一条线 这边要特别注意 在日文中 有一些汉字跟我们的中文字不太一样哟 像是我们中文字中的国 与日文汉字的国就不一样哟 日文汉字中的国 里面是我们中文的宝玉的玉 大家要多多小心 不要写错了 接下来是宝藏的藏 日文的汉字写法中 上面的草字头是连在一起的 以及在旁边是没有东西的哦 接下来是邮局的邮 日文的汉字中 大家要注意的是 左手边的两个诗 是连接在一起的哦 中文的梦 草字头是分开的 日文的则是连在一起 有同学说 他比较喜欢日本的梦字 感觉梦想能接续 能实践 你觉得呢 这里要注意的是 记得在写第一个日文字的时候 第二笔的横线不能超出去 不然 会变成另一个字 还有第二个日文字的笔顺 也要按照箭头的方向书写哦 这张明信片 收信人是事务局 也就是机关 团体 下面写的是 玉中这两个字 当我们寄信给公司 学校 机关团体的时候 我们要写的是 玉中 按锈 玉这个字的写法 跟护身符 玉手的玉 是一样的哟 接着要写上的是 记件学校的住址 以及电话 这边我们是以 百灵高中的地址 作为例子 大家要记得写下 自己学校的地址 不要写错了哦 还有记件人住址的台湾 以及号码的号 都要注意使用 日文汉字的写法哦 因为这是日本主办的比赛 为求公平起见 选择汉字的理由 原则上必须完全以日文书写 不要太紧张 大家可以请日文老师 或家长帮忙哦 这边要书写的是 就读学校 年级 姓名 与邮递区号 要特别注意 学校 以及年级 的日文写法 跟中文不一样哟 小学 小学校 国中 中学校 副属中学 或是国中部 附属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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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 一年 八年级 二年 九年级 三年 这边我们以百灵高中国中部为例 要注意 要注意学校 我们可以直接套用进去哦 团体参赛报名表 每个学校只能使用一份报名表 由同一人负责汇整名单与作品后 记到台湾事务局后 即完成报名手续 团体参赛报名表的填写方式说明 记得要填入机关或是学校的名称 以及联络人的姓名 还有机关 学校的住址 电话也不要忘记了哦 此外 请填写总共参赛的人数 记得要填入正确的栏位哦 当填写团体报名表时 会有一个栏位需要填写中文姓名的日文拼音 大家可以扫描画面中的QR Code 观看世界梦一字文字使用教材6 中文姓名转换为日文拼音的方法 左上角的地方 要记得写报名表上面的个人号码哦 最后 我们再一起确认一次 这些步骤你是否都完成了呢 再次欢迎各校参赛 有任何问题 请与我们联络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